男人要猛 沙子水泥差不多了 但是天有点想下雨啊 我们先把这种地砖给他扛上去 有400x800的 也有800x800的 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但是干完了 两年过年就拿到手了 搂他就完了 这一块砖啊 有47公斤 我一会看这个磁砖 比我想象中的要难扛着 要重 而且这东西要 一定要小心小心 因为这东西很贵的 包装 这个800x800的 一包里面有三片 扛到六楼来 两块钱一重 六层半 就是13块钱 很多人都想着扛这东西 比扛沙子水泥啊 要能多重一点 就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啥的时候你难扛 因为瓷砖它一碎 老带劲啊 就手把持不住 掉地上了 别想象到能不能难扛 我扛的每一包瓷砖 都用尽了全力 大家应该能理解 我说的难扛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把瓷砖都给卸下来了 慢慢往上扛 之前的方法不太对 一个人扛六楼有点费力 接力 我们三个人 信哥在四楼 我在二楼 你在一楼 这样接应该会爽点力 否则的话 光趴楼一天真的扛不住 它是六楼半 请那我们试一下 这两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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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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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吗 好 这样能快些啊 对 这样快些 没那么累啊 扛到六楼去 我天 这俩 哎 扛到六楼去 有一个团队 就应该这种分工合作啊 快是快乐一些 但是在楼道里面真的很没很热啊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下大雨了 凉快 舒服 活也干完了 每个人将近七百块钱 还是非常值得的 第一次挑战 扛瓷砖啊 也非常的成功 男人叫 猛